他们说,郭文贵竟意图伤害那个几乎是他自身的延伸、与他共生的存在 尽管他从家族基金中获得的财富可以让他过上奢华的生活 但他还是做了这一切 政府要求你们相信的事情不仅不合逻辑 而且违背常识 我恳请你们考虑这一点 政府律师谈到的所有证据、财富、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曼哈顿豪华酒店 他居住的地方、游艇、床店、不论他谈到什么你们知道证据将会表明什么吗? 证据将表明 无论这些证人对你们说什么 郭先生早在政府指控他犯下这场欺诈之前很久就已经拥有了那样的生活方式 证据将清楚地表明 那些西装、运动裤、房子 都是他几十年来的生活方式 远在政府声称他失去金钱之前 也远在政府想到这一切之前 这种生活方式一直持续到今天 并将在未来继续下去 因为家族基金将永远支持郭先生 我恳请你们考虑这一点 因为政府确实在诱使你们做出这种价值判断 人们很容易判断一个人是浅薄还是富有 但浅薄或富有并不意味着犯罪 这并不意味着政府的推论是正确的 证据将清楚地表明 郭先生不需要用偷来的钱购买Browney西装 这一切都抵不上他为阻止中共而付出的艰辛 证据会再次表明 郭先生没有从GTV偷钱 没有从农场借款计划偷钱 没有从Gclubs偷钱 也没有从喜马拉雅交易所偷钱 政府还会诱使你们思考 并诱使你们得出结论 认为郭先生之所以做某些事情是因为他从事了犯罪活动 那么政府还会提出什么证据呢? 政府会试图证明 郭先生经常更换电话 他拥有几乎数百部电话 并且他之所以经常更换电话和电话号码 是因为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在做什么 我恳请你们考虑这一点 如果你是中共黑客持续攻击的目标 如果你的电话一直被监听 你的录音被使用来冒充你 你也会如此频繁地更换电话 对吗? 'danuno 李立了 无论 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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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